代理這個德國Meister地板公司的地板 這在歐洲來講算是地板界的LVG 那他們的公司所出產的產品 他們都會出這種保證書 耐磨、耐壓、抗紫外線、膨脹係數 各方面的試驗都符合這EM的標準 以前都是只有拿國外的試驗報告 我們商檢情這幾年也都可以做這些相關的試驗 密度很高,耐刮性我們就直接可以這樣子敲起 任何地板絕對不允許你這樣子敲 再來耐刮 鑰匙圈這個不是像鐵釘那樣尖銳的東西 這樣可以磨刮都不會受損 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出我們的墨水已經倒在那邊 其實這個是最容易處理解決的 我們先用衛生紙把它的墨汁把它弄掉了 拿一塊濕的抹布 在清潔方面來講 濕的很容易就可以把地板擦至乾淨 小孩子如果不小心拿著原汁筆或奇異筆 這油性的奇異筆在上面畫 畫了很多條以後 你要怎麼樣清潔地板 這個很簡單,起沙粒 像我們這個麥斯特它就開發出這個 這個款式 那板顏還有石材的 還有它的好處就是 經過你高壓或者縮移 磨它不會起沙粒 在歐洲是天氣大概都是零下二三十度 現在先試驗這個防水的效果 倒水在上面 我們這樣用布擦一擦以後 我們再拆開以後 你看它上面下面幾乎都沒有水 都是乾燥的 所以它的氣密度很好 這樣倒以後 就可以知道它抗高溫的效果 剛剛只有煙蒂 現在直接火燒 到了一小杯的那種氣質油 經過燃燒過以後 地板它絕對不會起泡 一般木地板的話 可能就是起泡的話 開始燃燒了 會焦黑掉 整個讓它燃燒完以後 它地板完好如粗 我們來測試它的那個 耐燃急速 經過高溫在燒 當然它會焦黑 那我們把煮火煙拿掉 五秒鐘以內它會熄掉 它產生的煙是白色的煙 證明它五毒的 而且是離火就自息了 來介紹我們公司來講 代理這個德國最創銷的地板 我們這邊稱它為莊蓮系列 那它的板子 它的特色 這個地板的紋路 清晰度 質感上面 它是最接近於 岩木的味道 甚至比岩木 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它這個地板的紋路 它是立體浮雕的 紋路它連輪很多種 觸感也會很好 它這個是立體浮雕的 可以摸得到這種 這種地板的細緻品 成幫公司成立於1989年 今年正好是滿21年 公司一開始起家是以工程公司 裝修公司起家 所以我們也有因緣機會的 接觸到這個地板 那我們也很順利的 取得這種超耐磨的這種 耐磨地板的代理 麥斯特公司它是第一家 取得這個歐洲 藍天使環保標章的認證的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 也取得這種 在歐盟很受推崇的 CELQ品質學院的認證 在於品質方面的 不論是防火、耐磨、壓制 這些方面 板材的親密度 板材的穩定性 它會不會膨脹、會不會變形 這個學院都幫他們測試 做最後的把關 我們秉持的多年來的信念 就是 它是環保無毒的 不只是美觀而已 重點是它都是摘身材 而且都是取得認證的產品 我們希望消費者在消費的時候 先認清這些產品 是否有這些認證的標章 也要了解我們RID球 我們沒有權力去砍垮任何一棵樹木 以後不用了還可以再回收 這就是環保的理念 我們有第一品牌的產品 然後消費者也會有信心 所以我們會陸續經營 會朝這個目標持續的革進 後來回現時 後來回現時 我每次找到某個奇方 要再次用到某個奇方 才介紹的分享 有信心 是我們要原因 直接找到某個奇方 如果我們要找到某個奇方 我們要從某個奇方 我們要把人用回拍照 然後再次進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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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